今天我在老家 我们来做一款桃上红果 这里面是糯米跟大米 我们把它煮成米饭 随便跟平时煮饭一样就可以了 今天我妈还买了很多番茄 这种番茄特别漂亮 我们这里叫马蹄番茄 小个子才两块钱一斤 像菊花一看 去啊 开了一家 中午煮给你吃了吧 还有这种白茄子 我们叫辣椒 8块钱一斤了 香菊的金姜 一斤的粘米粉 还要配一斤的生粉 这个有点多的 再煮开一锅水 先要半碗生粉出来 用一点冷水把它调开 用一点冷水把它调开 好嘛 浇海就好嘛 一边倒一边用厂子不停地搅动 再来加一点点红蛆粉 加入粘米粉 然后让它滚10分钟左右 倒进去之后就不要去动它了 煮10分钟 10分钟之后呢 就可以搅动了 这个时候呢 需要稍微用点力 才能够搅得动 好了 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盆里面来 加入红蛆粉呢 这个颜色就很好看 等它稍稍放凉了 我们再来搓 加入一把生粉 生粉跟粘米粉的比例呢 是一比一 不是很烫熟的时候呢 就可以开始揉了 搓的时候呢 裹多一点生粉 用力搓 我妈做这个红果呢 是高手了 做了几十年了 今天我是过来学的 把这个锅洗了 我们来做一下馅料 先把花生炸了 带走这边搅一搅 今天做两根线 一个包菜 一个米饭 把包菜切碎 切好了之后 加入适量盐 用手抓捏一下 抓到包菜变软 抓好了放一旁备用 搅成团了之后呢 再撒一些清水来 继续揉 这样子做出来呢 就会很糯 盖上包菜抹醒10分钟 糯米饭煮好了之后呢 把它舀出来 加两勺盐 拌一下胃 加少许食用油 拌一下 起锅热油来炸花生米 炸花生米用冷油 在妈妈面前呢 我永远是小孩 她问我你会不会 产花生米啊 要不要我来产啊 接着把切碎的香菇 跟虾米炒香 看我老妈切的眼睛花了 有些都还没切到 包菜腌软了就把水分挤掉 炸好的花生给它擀碎一下 花生碎 舀一半到糯米饭里面 一半到这个包菜里面 包菜的这一份呢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炸好的香菇跟虾米加进来 再来一点芹菜 加入一包这个炒至佐料 再翻拌均匀 这个糯米饭的馅料就做好了 我老妈说还要再加一点猪油 才更香 好了 两份馅料就做好了 可以拿盖子包了 再加一点点水 继续揉 再加一点点油呢 等会蒸出来的锅 表面就油光油光的很好看 融融现在就可以感觉到它就不会很湿 有很Q韧 还要再加水 融融这样子就可以了 看似简单的红桃果皮呢 揉起来要好长时间 搓成一个圆球之后呢 捏成一个小碗的形状 没有 没有 随便搅拌均匀 咬一勺馅料进来 糯米饭好捏 馅料包进去之后呢 捏成一个长角一点的三角形 下面粘一点点粉 放到模具里面压出形来 把它压实 然后就可以脱模了 很漂亮哦 很漂亮哦 好了 这一锅可以拿去蒸了 水开了上锅蒸15分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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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吗 好玩 好 很粘住了 哎呀 手要裹粉 你手要裹些粉啊 不然很粘 不玩了好不好 浪费 好了时间到 可以出锅了 好漂亮哦 用开水淋一下 等会比较好拿出来 用开水淋一下 等会比较好拿出来 把那个啪就大大 在这边的大大 在这边的大大了 在这边的大大了 可以按 可以开吃了 哈哈 口感就弄得朝上红桃果 特桃怪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 小辣子 是 咱冷 浪费 里面 衣服 小心 谢谢大家